他轻轻放开静下 手掌处传来了陌生的失落感 两个人默默地回到各自的座位上 静下为了缓解尴尬 赶紧说道 哎呀 不就是害羞吗 有什么的 我是堂堂将军之子 要是被人知道了 我 我见女子就 多丢人 沐清宇皱着眉 不自在地说道 也是 怎么说你都是将军之子 本应是因我非凡的 要是被人知道你见女子就这般害羞 这般的小家子气 一定会很丢脸 很没有威严吧 被人嘲笑是小事 丢了将军府的脸就不好了 今下煮着下巴分析道 哼 知道就好 沐清宇承认今下分析得很对 自己丢脸是小事 家族的荣誉不能因为自己的毛病而被抹黑 你这个毛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难不成你们要跟瓦剌求得的药 就是治疗你这个病症的药 今下好奇心一旦被激发就一发不可收拾 他顺着自己的猜测问道 我这个病是自小就有的 只要不与女子相处就无事 犯不着跟他们求什么药 你还真有想象力 你就别瞎猜了 沐清宇无奈地看着今下说道 那你想不想治疗你这个病症 今下古灵精怪地看着沐清宇 不要你管 沐清宇根本就不信任袁今下 我姨呢是当今世上的神医 她绝对可以治疗你这个病症 今下想到了林姨一定能有办法 真的 沐清宇虽然不太信任今下 但听说是神医 难免有些跃跃欲试 当然了 京城的姓林院 林大夫的医术可是赫赫有名的 不信你自己去问问 那是我姨 亲姨 今下指了指自己强调道 姓林院 沐清宇的确是知道这个地方 据说有位林大夫不仅貌美 医术更是了得 听说还有个爱吃醋的相狗 是啊 今下点了点头 你确定他能治疗我的病 沐清宇有些动心的问道 不确定 不过如果我姨都束手无策的话 我想别人也就更没有办法了 你放心吧 我是绝对不会在外人面前泄露这件事 今下拍着胸脯说道 你怎么会这么热心的帮我 还肯为我保守秘密 你是不是有什么条件 沐清宇不傻 今下的热情 其中必有陷阱 那 作为交换 你是否可以告诉我 南巡王府的所求之物呢 今下笑着说道 说来说去 你就是想知道我们王府的事情 哼 我是不会出卖王府的 我的病用不着你一致了 沐清宇生气地说道 二公子 你也别着急拒绝呀 你又不吃亏 你们南巡王府的秘密 我早晚会查出来 而你的病可不好说 你今年听说二十三了吧 你还未成亲吧 是否有忠义的姑娘了 今下晃着脑袋问道 沐清宇看了今下一眼 别过头红着脸说道 没有 你看你看 你这么害羞 即使有了心仪的姑娘 恐怕也不敢表达吧 那未来岂不是会错过很多姻缘机会 今下继续蛊惑道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故意诱骗我 要是我告诉了你 你姨也治不好我 怎么办 沐清宇反问道 被沐清宇这么疑问 今下思考了一下说道 那这样 你可以跟我去一趟性灵院 让我姨给你看看 到时候不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吗 如果能治疗的话 你再告诉我 如何 沐清宇思来想去 还是不妥 她不想用自己的病 去换王府的秘密 最后还是决定放弃 我的病就不劳援不投操心了 不过 你要是敢说出去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有时间 你还是认真调查吧 我们南巡王府 没什么要跟瓦剌交换的误件 说完 沐清宇起身要离开 你们在瓦剌的书信中就写明了这些 如果你不如实相告 这就是皇上疑心的地方 也许你们的难言之隐 就会成为被人诟病王府的契机 我也只是想帮忙而已 今下见沐清宇要走 赶紧说道 沐清宇没有转过身 只是停顿了 便离开了 今下见沐清宇离开了茶楼 慢慢坐了下来 一边吃着茶点 一边从头想着 刚刚沐清宇的反应 她是在自己说出 彼岸花的时候 腔到水 情绪突变的 莫非南巡王府所求的 真的是彼岸花 看来这是一条线索 需要继续追查下去 如果真是 那他们求的是花还是叶呢 是有人中毒了 还是有人将死呢 回去再想想吧 今下揉了揉 容量有限的脑袋 看了看外面的天 今天没什么事 去看看大人 再说陆毅 这几天一直都在忙着 舞弊案的事情 正打算跟陈福出去调查的陆毅 刚一出北镇福斯 就看到穆希尔的马车 停在门口 陆毅犹豫了一下 本不想过去 穆希尔的婢女 见识陆大人 赶紧禀报 小姐 陆大人来了 穆希尔轻聊车帘 点头行礼 陆指挥是 穆小姐客气了 你这次来是 陆毅向来不会难为这些官家小姐 尤其是像穆希尔这般有教养 有学识的女孩 大人 可否随我去一个地方 穆希尔说道 陆毅迟疑地看着穆希尔 穆希尔赶紧解释道 也许会对大人办案有帮助 陆毅看了 曾福一眼 曾福 你先去那个客栈调查一下 我随穆小姐去看看 好的大人 说着 曾福退了下去 陆毅转身上了穆希尔的马车 马车里空间有限 陆毅特意挨着门口而坐 与穆希尔保持着距离 穆希尔眼角难掩失落 坐在内仓不语地看着陆毅的侧颜 驾 车马渐渐驶离了北镇福斯 嗯 刚刚上车的是陆大人吗 门口仅一位见识六扇门打扮的人 也就如实说道 是的 陆指挥是刚刚上了马车 哦 这是谁家的马车 看着像是女眷坐的车 此人又问道 她 她你都不认识呀 她就是礼部尚书的子女 穆希尔 京城第一才女 门口的人回答道 穆希尔 惊吓站直身体 皱着眉 看着马车驶离的方向 怎么是她 今夏想起来那个求亲的拜天 没记错的话 上面的人就是这个穆希尔 大人怎么会和穆希尔在一起呢 今夏看着远去的马车 心里很不自在 她相信陆毅 但是京城第一才女 这几个字对于今夏来说 听着很是扎心 当初在杭州 师父见今夏和陆毅举举亲密 就曾经为了阻止他们在一起 提示过今夏 陆毅的家世背景是今夏无法驾驭的 虽然后来真相大白了 那是师父不想让今夏日后因为陆毅父亲的原因 伤心而故意说的话 但是今夏一直都知道 陆毅是何等优秀的人 文武双全 财情过人 而自己虽是下颜的孙女 但是自幼在市井中长大 虽从小聪明 但是论姿色和财情 远不如那些大家闺秀们 当年在杭州七夕节的时候 上台比试 除了空喉演奏以外 女红 女化 这些大家闺秀会的内容 今夏都是一塌糊涂 连淳于敏都比不上 虽然大人说 唯有琴音深入我心 但资质不足 仍是今夏的痛楚 这三年为了攒银子打点 今夏更没有时间 精于女儿家的东西 如今 这个京城第一才女的出现 让一向自信的今夏 突然有些不自在 今夏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离开了北镇福斯 就好像她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一样 穆希尔带着陆毅 来到了城北的一处破旧的宅院前 陆毅挑连向外望去 这里是 穆希尔说道 这里是城北的科考案站 哦 陆毅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 案站 是的 一些人在书生面前偷偷塞纸条 引他们来此透露考题 穆希尔说道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路易不解地看着穆希尔 我昨日扮作赶考公子 去了他们都去的登科楼 因为舞弊案 今年的科考暂停 很多学子都集中在那里 有人撒给我纸条 我上午来过 里面的确有人买卖考题 所以我才请您来看看 穆希尔说道 你瞧装 这一点倒是让陆毅感到很意外 毕竟穆希尔看着柔柔弱弱的样子 陆大人 我虽是礼部尚书之女 但是我和弟弟是庶处 我们的母亲早亡 如今父亲为了避嫌不肯帮弟弟 我只好铤而走险 穆希尔低着头隐忍着说道 我知道了 穆姑娘请你放心 如果你弟弟是被牵连的 我一定会还他清白 陆毅见穆希尔也是可怜人 又肯为自己的弟弟出头 实属不易 真的吗 穆希尔抬眼感激地看着陆毅 嗯 放心 陆毅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 穆希尔相信陆毅的眼神 看来自己没有找错人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